起的时候,预设新增专案的时候,基本上会去选择你要用哪一个JDK或者JRE,就是你的开发的版本,记得就是要选对的,因为刚好有同学选到其他的吧,因为如果你选了其他的,它会造成没有办法,就是这个JRGPAN就没办法呼叫进来,所以如果你要变更的话, 你直接把专案上方按右键,有个build pass,这边一样可以去设定那个你的建置路径,那有library,如果你这个不是看到的不是什么1.7的话,你可以把它edit一下,一样可以去做变更,因为刚好同学是改变成这样子吧,如果你是变成这样子,基本上你的那个JRGPAN就变错掉了,这好像之前有蛮多同学都遇到类似的,一看,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才发现, 原来是设定的部分跑掉了,所以其实只要更改一下,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,把它edit一下,改成对的版本,那1.7的这个好了,OK,按finish,那另外好像有同学,就用到1.8的,不过用到1.8好像也有问题,因为它新旧版本会有差异哦,OK,那至于差异在哪里啦,可能自己再查一下啦, 因为这个,这个,就是一点点地方,就是不一样,OK,哪边有差异,我想你有时间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吧,而且你可以把它改1.8看看,看看哪些地方会不会发生错误,如果没有时间的话,你就先的吧,1.7就好了,这样比较稳定,OK,就比较不会出现一些怪怪的状况,好,这个是第一个,你会把它改完,诶,正常了,第一个, 第二个还有同学是什么,可能J Option Pen,他刚刚打了,也许是不是这个,这个,这个字打错了,因为自己打的话,其实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,可是就是大小写不对,那你会发现一个大小写不对,也会产生错误,那因为那个Java是区分大小写的,所以也不能打错啦,不过你为了要避免打错啦,我是建议啦,将来点下去,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,用找的,找到之后点两下, 保证不会错,因为这里面只要是他给你的啦,我想应该都不会有问题,所以这边的话,你可以自己往下找,然后OP,过头了,J Option Pen,然后你就找到之后的话,就把它直接,诶,Sweet,点,有了,这个第一个就是了,OK,好,然后选的一定不会错,好,那这样来的话呢,我们最后会有一个那个练习,这个练习的话是挑多字员, 所以再来我们讲义里面,所谓的跳多字员,那所谓的跳多字员意思就是说,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呢,比如说换航,假设你需要在那个,无论是那个J Option Pen,或者是你的Output那个Council里面呢,需要换航,这是用到最多的第一名,那这个是反斜线N,就是换航,另外呢,Table就是加上一个什么,加上一个Table键,有没有Table键, 这个是大概用到第二个,另外呢,也许像那个什么,双引号,这个我也常用到,也就是说,有时候从网路上捞资料,那那个网页里面的标签是双引号,那你双引号如果放在双引号里面的话,双引号,又双引号,他会不知道这个是双引号,所以你必须在前面再加一个反斜线,双引号,这样他才认得说,原来你这个地方是双引号,这个也常用到,还有如果本来有斜线,你就是这样在前面, 下面叫他斜线,或者单引号,这个也常用,比较少用的大概就是换页跟这个back,我几乎没有用过,换back,我什么时候用呢,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用,因为back,OK,他要换,主要是这几个,所以底下有一个练习,但是非常的冗长,可是大家可能试着把它做出来看看,也就类似像这样,大卫王快餐店menu,那里面有这些东西,因为刚好差不多 中午了,那这个可能看了会感觉肚子饿饿的,然后多少钱多少钱,然后大杯小杯等等的,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它没有互动了,不过我们只是做一个练习,将来当然你还可以在上面做一个什么check box,不过这个可能要在后面在android里面,也许你可以把它做出一个快餐的app,那我想应该每个餐餐厅也许都需要用到, 以后的话,那个桌面上就给他一个QR code嘛,那客人一进来之后怎么样呢,叫他扫QR code,menu就跳出来了,请他自己点一点,然后拿一桌,桌号,有没有,然后呢,send出去就接收到了嘛,对啊,根本就不需要有人,那顶多就是,再跟你确定你的order,OK,confirm一下,有没有问题,没有问题,那就可以出菜了,所以这样子其实可以节省蛮多人力的啦,那可是目前做到的 这个快餐店,或者是一些餐厅好像没那么多啦,不过是我觉得这是一个,也是一个商机啦,也是一个商业模式啦,对不对,也许你可以以后呢,想想看把这个东西打包成一个套餐,对不对,单价其实不用太高啦,我想应该,背后的商机是还蛮大的,只是说你要去想想看,那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,那怎么做喔,首先一样,请各位建一个新的 class,所以按右键,另一个这个class,那这个class,那这个class名称的话呢,也许你可以取一个叫做menu好了,也许我们这边的话,给它一个叫menu,OK,然后这边打勾一下,让它有一个men,OK,按finish,这个应该跟前面一样,然后这个地方就menu出现了,那出现之后呢,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做的,那我们其实只是要做什么, 做输出成你们讲义里面看到的,所以呢,这边的话就是用那个什么system.out.printline,做什么呢,输出这个,再输出,一行一行的输出啦,所以看起来很复杂,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啦,大概就这样子,就是输出system.out,后面是一个println,ln就是换行,换行的话就是说,它会那边enter一下,换下一行, 那因为前面的话,我需要有个空白,所以就是前面我大概加了四个吧,后面加四个tap键,然后再加什么大胃王快餐店menu,OK,后面就是把它结束掉,输出一行对不对,然后再输出空白,再输出一个什么呢,一个dash,一个减的符号,然后再分别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,然后一个慢慢输出啦,那因为底下还有什么可乐那些,我是没有打算太多了, 其实都一样的方法,那最后执行出来,各位可以看到,看到就是类似像这样,下面有没有,大胃王快餐店menu,然后有一个底线,对不对,然后再一个这个,再一个套餐,中间这个就是加一个tap键 ok,那因为我想这蛮重复啦,只是跳多资源的练习而已,把它输出,至于里面的细项啦,我想你也不见,不一定要叫做什么大胃王快餐店啦,反正你自己改一下好了,而且套餐衣的内容你也可以改啦,不见得一定,只是说练习一下,利用那个system out的print line, 配合什么呢,配合这个跳多资源里面的tap,去设计一个menu,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,如果你这边print不要加ln的话,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,它等同在后面加上一个什么,加上一个斜线n,反斜线n,这个反斜线n, 这个反斜线n呢,实际上,意思就是在这边加一个换航的意思,因为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,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加print的话,就是输出完,就继续,假设我这边把它改掉的话,那你会发现,这边呢,它的这个,应该是在下面,可是它没有换航,那我可以怎么样,在这边加一个什么呢,加一个,就是自创,跳多资源,那实际上这个做出来的结果, 基本上,就等同什么,在这边加ln,那ln应该,我让你想应该就是一个live,一个换航吧,然后呢,就等同在这边加,那看你的习惯,反正如果你将来需要有个换航的效果,那就是加这个东西,ok,那其他的话,试试看,画面先还给各位,练习一下有关那个跳多资源的部分 参考的画面,就在讲义里面的100跟101,100是看到的东西,101是这个sauce,程式码部分,那,当然里面的细项,你当然不见得一定要照这个啦,你就是自己可以想说,你喜欢吃什么,反正你就套餐自己设计一下,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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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